抗议土耳其政府的示威活动也波及到了北京 一些土耳其留学生最近到天安门广场和天坛举行示威活动 表达他们对土耳其国内同胞的支持 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举行抗议示威的土耳其留学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天坛等地展开标语上面写着 从北京发给塔克希姆的问候 参加抗议活动的一位土耳其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土耳其的不满已经积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总理对媒体的打压 对政治反对人士的逮捕 国内政策越来越浓重的伊斯兰主义色彩 我们都忍了很久 这一次阿尔多安不是民众的要求 并用警力粗暴回应 我真的很难过 所以对他来说几棵树不重要 土地不重要 人民的想法不重要 那么什么对他才是重要的呢 自从5月31号到6月4号短短5天的时间里 土耳其全国81个省级行政区中 有67个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 首都安卡拉 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等 多地发生警民冲突 大规模骚乱的起因是民众不满政府 拆毁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嘉际公园 抗议活动目前越演越烈 世界各地的土耳其人也通过网络或当地示威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 美国之音VOA卫士记者东方北京报道